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就是今天早上上午讲的内容 那我们上午主要跟各位分享的内容 像例如说 那我们先要去做一个资料的统计 资料的统计 那在这个地方你要稍微知道 这个分析的主要的依据 这边就只有确定病例数 好 所以它可能是我们第一个要分析的一个重点 像例如说我们来统计各年登革日的发生的情形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去看到这样子的情形之后 那相对的像这是增加很多 这是增加更多 那相对的我们就可以去分析 透过自动分析来去说明一下增加的情形 例如说到底是哪一个县市增加比较多 那是本土增加多呢 还是境外移入比较多呢 类似这样子的一个分析 在这里面 它已经帮我们做了自动分析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可能还是要理解 理解一件事 就是说在做这个县市分析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不太适合用直条图来去呈现 因为刚好登革日呢 它以高雄台南这两个县市为主 那变成就是说我们可能在那个显示下面 我们还有另外一种叫树状图来去呈现 像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说 在高雄市高雄市然后台南市这边出现是最多的 然后甚至我们可以把这张资料表去做阶层 做阶层 也就是把居住箱这样放到居住县市的下面 都放在群组里 这样子的话 当你点选这个连续形下探分析 然后你就可以看到下一阶下一阶的内容 绝对来说我们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就可以看到在亮起来的这几个县市都是高雄市 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第四名第五名 这边一二三五名都是高雄市 那第四名这边是会看到台南市北区 那我们只是大概要有这样子一个观念之后呢 我们可以去做进一步的了解 这所代表的意义 那我想接下来 我想跟各位分享的另外一个观念 就是说 通常我们会去分析的是一个发生率 比如说各年登革日的一个发生率 或者是说各县市登革日的发生率 那发生率这件事情呢 我们要怎么计算 假设我们现在要算的是登革日发生率 好 我们现在拿到的是20年21年的资料 那这发生率怎么计算呢 因为它是一个率 它是一个率 所以它是用除 对不对 率 应该没有问题 它是一个百分比 既然它是一个百分比的话 那变成就是下面 它是一个就是除的概念 上面是分子 下面是分母 那分子是什么呢 是不是这个登革日的确定病例数 对不对 好 各县市 如果我算是各县市 那这边就是那个 确定病例数 这个太就是有点不太容易了解 就是登革日的一个发生数 对吧 它要被谁来除 那通常这件事情我们会用每十万 每十万来去看 为什么呢 因为以各县市来说 我想每一个县市大概都会都是有那个几十万人以上 那我们通常都会用那个 例如说每十万人会发生多少人来去形容这件事情 所以呢 我们最后会乘一个十万 可以吗 好 这就是每十万人那个登革日的发生比例的公式 这个我相信各位不难去定义出来 好 首先我们现在也不是先算那个各县市 我们算的是什么 各行政区 因为我们现在人口数是各行政区的人口数 所以我们这边我们算的是 算的是各行政区登革日发生率 可以了解 那当你算完各行政区的登革日发生率 到时候我可以整个直接集结产生各县市登革日发生率 你们觉得这样好不好 这也是用大数据分析的一个好处 如果你今天用以下 那各县市登革日发生率 你要算一遍 各行政区登革日发生率 你要再算一次 可以理解吗 可是我现在我们不需要 我们只要把各行政区的登革日发生率算完 就约等于各县市的那个登革日发生率也算完了 好 那我想请教一下 请问一件事情 知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要算的是各行政区登革日发生率 因为这个人口数的关系 因为我们的人口数是不是只有记录什么 各县市行政区的人口数 这样了解吗 好 所以我们现在增加一张资料表 我想一步一步带你们算 什么叫一步一步带你们算呢 我先算出来 就是各行政区各县市乡镇的确定病例数 再算各行政区的人口数 再来就是去算出各行政区登革日发生率 好 我想分三阶段来教你 所以呢 在这个地方我要介绍这张资料表 叫资料表 叫资料表 它跟之前卡片其实是很类似的 卡片 卡片应该记得 我们算客户数有多少 产品 纸类别产品数有多少 卡片 那这资料表简单说 就是我们要做出一个ESEL的资料表 这个ESEL的资料表里面 第一项 第一项 我放的一定是居住县市2 居住乡镇 就是等一下我要算出来 宜兰县三星乡 它的一个登革日的确定病例数 还有人口数 然后再放什么 那个发生率 每10万人发生率 可以吗 比如说分别来去算 所以第一张资料表 我建议各位为了方便等一下观看 所以我们先把这张资料表 这张资料表里面像例如说 我们的那个内容就是值 把值稍微设大一点 设成14好了 14 因为等一下我们要呈现就是这些内容 或者我们呈现12好了 然后接下来还有那个 这上面这是什么呢 这上面就是资料行标题 也把资料行标题设稍微大一点 好 好 那设完之后呢 我们等一下再做 第一个叫做登革日的 就是这个居住县市乡镇 登革日的确定病例数 好 请你们现在先动手 做资料表 请问接下来我是不是要去放 这个行政区有多少人感染登革日 对不对 这21年哦 整个21年 多少多少确定病例 所以请问 我是不是直接勾 这张资料表里面的 这个确定病例数 是不是就得到这个结果了 可以吗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是宜兰县三星乡 是不是一 宜兰县五节乡 是不是有七个确定病例数 登革日的确定病例数 这样可以了解 好 所以我想这应该不难去理解 这是一个资料表 资料表 最后 最后 你做完这张资料表 可不可以汇出 当然可以 直接汇出 好 请你们现在动手做 只是点 勾一个点而已 所以我们总共 现在的病例数是 78,696例 截止到2018年4月 可以吗 只是勾一个按钮 好 我想应该已经勾完了 接下来画面就用 那接下来我是不是要去算人口数 请问我这边有没有人口数 那你一定会说 这边有人口数啊 我就直接勾这个人口数啊 对吧 我是不是就直接勾人口数 宜兰线三金箱 对哦 可是到时候他没办法使用 就是这些内容到时候都没办法使用的 这些内容都是没办法使用的 你们可以理解这件事吗 例如说好了 发生率怎么算 发生率 我是不是要用这个确定病例数 然后被这个数字来除 对吧 好 那我们就开始写 请问你是要写在这边还是写在这边 请问是建立资料行还是新增量值 新增量值还是新增资料行 新增资料行 在这里新增还是在这里新增 都不是 那在哪里 我也不知道 听不懂我在讲什么 就是这张资料表不是他 也不是他 听得懂吗 所以这边你就卡住了 你就没办法再继续做下去了 好 所以我们先把这两个都关掉 这张资料表里面刚刚是不是做了两个 把它全部都伸掉 伸掉 因为这都不对 虽然那个数字是对的 但是你没办法算发生率 我现在我要自己手动算出来 手动算 手动算什么呢 手动算这张资料表的发生率 发生数 登革热的发生数 好 请问一下 我现在是不是要去算那个 各个 各个 这个叫什么 宜兰县三星乡的一个发生数 对不对 是不是要算这个宜兰县五节乡的发生数 其实我在这个地方 我实在算一个数字 就是发生数 在这张资料表里面算发生数 所以它发生的数量有几个值 只有一个值 可以吗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是不是要用新增量值 然后要去算什么 发生数 登革热 确定病例数 我就好吧 登革热 确定病例数 那请问这个数字要怎么算 这个是不是就把那个 那个确定病例有几例把它加起来 所以就是我们 请问一下以色谣里面 加总是用什么韩式 SUN 对 这边也是用SUN 不是很巧 因为这是同家公司 好 然后 这边我们要看到 SUN 方向键切换到 SUN TAP键 接下来它说 你要算什么 是不是要算这个的加总 确定病例数 TAP键 又发股 Enter 然后 接下来 我刚刚算出来的新增量值 新增量值 新增量值 勾选 它这边这个值 到时候就可以被我使用了 这样可以理解我现在在算什么事情吗 刚刚你直接勾这个确定病例数 到时候是没办法取用的 现在这个登革热的发生数 这个登革热确定病例数 是我到时候是可以取用的 这差很多 可以吗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已经算好了 就是登革热确定病例数 就是宜兰县三星箱有一粒 宜兰县五节箱有七粒 这就是刚刚那个数字 只是现在我多增加了这个栏位 到时候是我可以来去做计算用 好 所以请你们现在完成 就是 透过新增量值 增加一个行 增加各行政区的一个登革热定例数 我接下来讲人口数 人口数 这个行政区的人口数 请问 请问登革热那张资料表 没有 对不对 所以你要把人口数怎么叫进来 这就是那天我跟你们分享的 要讲到写程式的部分 好画面就用一下 那我们现在去观看 接下来是不是要讲那个人口数 这张资料表是不是要放人口数 那既然要放人口数 请问你 这里面有没有人口数 没有 这里面没有人口数 好 那请你稍微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说 我刚刚第一栏 第一栏是不是选这张资料表 这张登革热资料表的居住线是2 所以这里面 我是不是要自动算出 自己计算出来一个叫做什么 叫做登革热的确定定例数 对不对 然后再接下来 我是不是要在这里面 有人口数我才能勾 好 那这里面的人口数呢 请问你 滑鼠右键 是不是要透过新增量值 或新增资料行 加进去人口数 请问是新增量值 还是新增资料行 新增量值 新增量值 然后这个新增量值 就是我只要知道说这个行政区 它的一个 对不起 我应该这样说是错的 应该是要用新增资料行 新增资料行 怎么讲呢 怎么讲我现在我希望我希望在它的最右边最右边再增加一整行 就是说宜兰县苏澳镇它多少人口数 高雄市山民区有多少人口数 知道吗 我现在应该是要做这件事 然后我再取用它 放到资料表里 所以这个动作叫做新增资料行 所以滑鼠右键 新增资料行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是不是就放人口数了 好了 请问一下 这个人口数 人口数要带出来的 是不是这一个年底人口数 对吧 这个人口数 现在在这张资料表里面 我们是不是要增加一个栏叫人口数 然后这个人口数其实是要带另外一张资料表 的人口数 的年底人口数 那请问一下 我要带另外一张资料表 我要带另外一张资料表 你觉得会是什么 你觉得会是什么 坐一下 你觉得因为我这边我教的韩式也不多 对不对 你觉得会是 Dax 里面的 哪一个韩式 我好像没有刻意的标出来 好 这个韩式呢 这个韩式其实也蛮好记的 因为你要做完关联才能用这个韩式 它叫做related 它叫做related 而且relate rel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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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应该没问题 这是一个英文单字 那加了一个d 代表是过去式 对不对 意思就是说你过去一定要曾经建立 relate 是什么意思 是不是关系 你之前一定要建立关系 你才能用这个行式 好 tab 当你使用relate 它就会从这张资料表 这张资料表全部都不能够选 只能选跟它有关系的另外一张资料表的所有的欄 其中一个 这样知道吗 所以在这个地方 你是否要选年底人口数 tab 又刮胡 Enter 我现在这边是不是有一个人口数 我们现在来去看一下 人口数 这是刚刚我做好的人口数 它是不是放在最右边 就是告诉我们说宜兰县苏澳镇有4056人 然后高雄市三民区有343243人 可以吗 那等一下会有同学说 老师为什么我全部都是什么192224 那是因为刚好前面都是相同的 例如说台南市南区 安南区 可以了解我现在说的意思吗 好 我的意思是说 他都把它全部都带进来了 可是这边 这边是不是会产生一些错误 这是什么 请问一下 内政部那边有没有台东县台东市 内政部那边有没有台东县台东市 有吧 台东县没有台东市吗 有 那为什么这边带不出来他的人口数 为什么 因为内政部那边的台都是大写的台 有听懂吗 这个大陆地区的同胞 不是 民众是听不懂的 可是我们应该很听得懂才对 这样可以了解 因为我们刚刚只有改了第一个字的台 对不对 我们有没有改行政区里面的台 没有 这样听得懂我的意思 我们没有改 我记得还有 反正第二个有可能也是台的行政区 我们也都没有改 可是县市的 只要是第一个字是台的 我们是不是都改了 这样可以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虽然那个地名不多 所以建议各位应该都要改 连什么 就是你要写一个小陈迹 把行政区里面小写的台都改成大写的台 这样了解 这样就全部都会对到了 所以你可能更会做的是 就直接打开Easeer来去把它做取代 对不对 但是请你叫统一都在什么地方做 Power BI里面做 好 请问这个人口数会不会产生出来 这个人口数是用滑鼠右键新增资料行 然后接下来输入的内容是 Related 刮呼 然后再去找另外一张资料表的年底人口数 就可以产生了 好 请你们现在 对了 那我这边要不要做完 我现在是不是有这个人口数 对不对 我这张资料表人口数 我能不能直接勾选人口数 不行 可以 可以 我可以勾选这个人口数 你有没有看到 宜兰县3000厢是不是21467 它其实跟你刚刚勾选这个年底人口数得到的结果会是一模一样的 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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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 这两个数字就不对了 所以 所以 要把这个人口数 这边这个人口数呢 改成什么 平均 平均听得懂是什么意思吗 因为 这边七个 这边七个 那个人口数会加起来 这边为什么会有七个 因为刚刚在这边资料表 例如说这个高雄市凤山区 是不是35万9 高雄 最好是连在一起的 他就会把 例如说这个台南市永康区 23万加23万加23万加23万 全部把它加起来 可是我的人口数其实是他们的一个平均 对吧 所以 我的意思是说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如果你要去显示 这个宜兰山清乡有几个人 这个时候呢 你要取这个的平均值 就是人口数的平均 可以吗 这是要请你们稍微知道的 好 这样子的话 我等一下 我其实在算那个比例的时候 其实我是用平均数来去算 算这个人口数 那这个确定病例数是用加种 加种他这边就没有写了 你看 这个加种 这个加种 他就完全都没有写 不对 对不起 加种 我是不是直接写在SUM里面了 我刚刚这个 这个登革热确定病例数 登革热确定病例数 加种是不是写在这边 好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去做一下 relative 然后记得把它勾选起来 但是这样使用平均数 接下来我们现在来去观看 那我接下来就要去计算 计算什么呢 计算发生率了 好 画面就用一下 所以当我各行政区有了病例数 人口数 我是不是就可以来去来算那个发生率 发生率 好 不过请注意一件事情 这是指1998年 开始到2018年 这20年 全部把它加种起来 因为有些人他去看的是 以年为基准 以年为基准来去看这件事 我这是以总发生数来去看 那我们现在去看一下 到底台湾什么地区曾经发生过登革热的这个比例是最高的 好 我们现在在算这件事了 所以这个发生率怎么算呢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是要用新增量值还是新增资料 发生率 发生率只会有一个值 所以新增量值 滑鼠右键新增量值 然后在这个地方当然就是发生率 登革热发生率 发生率等于什么呢 等于 等于刚刚我们这个人口 等于我们叫定例数 刚刚定例数不是已经算过了吗 所以用一撇去呼叫 就是这一个 登革热的一个确定病例数 TabJ 然后被谁来除 就是分母 分母是什么呢 一撇 这个 登革热的 我刚刚叫量值啊 我没有把它叫人口数吗 等一下我稍微更正一下 我稍微更正一下 刚在这个地方 这个人口数的平均 可是我刚刚应该有一个叫量值 有看到吗 我先把这个删掉 这都是不对的 这应该是可以删掉的 好 我再重新做一次哦 我现在要算这个发生率 发生率 所以滑鼠右键 新增量值 来算 登革热发生率 登革热发生率怎么算呢 一撇 先把那个登革热的确定病例数叫出来 被谁来除 被人口数 刚刚不是有做过人口数吗 A V 我们在这个地方 这个人口数 人口数 我们是不是要取平均值出来 这样可以了解哦 Average 然后刚刚的人口数 Tab Gen 又刮幅 然后接下来呢 这个 这个 算出来是那个比例 那通常我们在讲这件事都会用 每10万人口 有多少 会 多少人会发生这件事 所以 左刮壶 后面再接一个 右刮壶 乘10万 Enter 这就是登革热的发生率 登革热的发生率 所以 把这个登革热发生率打勾 在这里 登革热发生率打勾 这在算什么呢 这在算什么 你算一下 就是说 如果一个人被2万来除 再乘以10万 是不是约等于5个 一被2万来除 对吧 再乘以10万 所以 所以分母 分母是不是2万 然后分子 是不是10万 所以 变成什么 大概是5 有听懂我的意思 7被4万来除 乘以10万 所以是不是等于 7乘2.5 对吧 7乘2.5 大概等于17 有听懂我在算什么吗 我只是在心中验算 计算机 就是拿出来 然后稍微压一下 这应该是没有错的数字了 我们重点是要算这个率 这样可以了解我现在在做什么事情 那这个公式 这个公式是因为 我刚刚是依照这个登格热发生率 来去做计算的 然后 你有没有发现 我的确定病例数 怎么算出来 然后我的人口数 是怎么算出来的 然后接下来乘以10万 所以我就写在这个地方 有一个叫登格热发生率 这个公式 你一定要稍微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 我们不管是用Excel 或是用Power BI 我们都有可能是因为 我要去解决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呢 通常会用数学的方式 因为我们是数字嘛 所以你会用数学的方式 例如说 设好一个公式 当做是结果 例如说 我现在是不是要去看 各线式发生率 听得懂我现在说的事情 所以这个发生率 是不是要用数学 数学 你至少先导出一个公式出来 然后来去做计算 然后怎么样去套用 所以这件事情是 绝对绝对会发生的 所以因此我们这个班级 是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不好懂的 就是这个部分 所以我们才会需要 例如说有两个老师来去协助 这样理解吗 好 不管你在做大数据分析 或你学那个程式设计 假设你今天是为了要解决 什么什么问题 你还是要写到这个数学式 请问这个式子可以懂吗 为什么这边要用平均人口 因为我算出来的人口数 因为我算出来的人口数 因为他他不知道他是什么行政区的话 他就只能暂时那边是空直 对吧 你不知道能不能随便写一个 三星乡好像比较有名 就写三星乡 不可以这样子写嘛 对不对 他通常就是不写 就空在那边 因为他也不知道 好 所以等一下我再告诉你 怎么把这些东西拿掉 可是现在你要先知道 登革热发生率 它的公式就是这样子 登革热发生率 上面是登革热的确定病例数 然后接下来就是人口数 我们这边要取平均值 然后两个相除 相除之后乘10万 就可以得到登革热发生率了 发现到 你有没有发现到这件事情 就是说 这边有一个宜兰县其他 对不对 有没有这个行政区 没有 可是他在搜案的时候 他有一个 这样可以了解 其他不多 我们可以忽略 我们是可以忽略这件事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把这种 这种没有人口数的 没有人口数的 直接过滤掉 什么叫没有人口数的 这个要视为空值 空值在数学上的运算 它会视为是零 零分之一 当然就是无限大 对吧 对不对 这是那个 好像是国中的时候 反正分母不能为零 这是在除的计算里面 分母不可以为零 好 那我们来去观看一下 我们来去观看一下 那怎么把这个资料 过滤掉 好 很简单 在筛选里面 筛选里面 然后请把什么 登革热的是人口数的平均 还是居住相证 还是发生率 还是病例数 是不是人口数的平均 我们的分母 分母把它设定 设定一定要大于多少 大于零 可以吗 当然啦 你会说大于一 可不可以 可以啊 如果这个行政区 如果只有一个人 对不对 这种事情是不可能 在台湾发生的 听得懂我的意思 但是我觉得比较好的设计 就是大于零 因为不可能有 无人 因为我们在做人口数的统计 不可能会有无人 好 所以这边我们设大于零 然后套用筛选 这样子的话 他就会把人口数为 空值的全部都拿掉 可以吗 可是我在做这件事情之前 我还是要给你们稍微看一下 哪些会是空值 哪些会是空值 你看宜兰县其他 那还有还有300多个 屏东线雾台湘 这个台有看到吗 因为 因为 卫福部集管署 他发布的登革热的 居住乡镇 他的台是用小写 对吧 我讲的这句话 应该有听懂 那可是 那个 内政部 他的 人口统计里面 他的 物台湘 他用的台是 大写 好像云林也有一个 台西湘 所以问题在哪一个字 台这个字 可以吗 其他 其他也知道是什么意思 所以麻烦你们 这些问题都要写 请问一下 我们现在我刻意挑两个 公家机关 卫福部是不是公家机关 还有内政部也是公家机关 对不对 这些资料只有公家机关才能释出 对吧 如果医院来去做 他就是很小规模 我们当然要做分析 当然是有大的 大的来去看 好 那所以公家机关会产生的问题 请问你会不会也产生这个问题 当然会啊 这是值得你去把它写出来的 好 反正就是你要你要去了解 这个问题是绝对可以解决的 你把ecell拿出来 然后把所有的小写台全部改成大写台 不是也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吗 只是我们会不期望 我们会希望用别种方式来去解决 反正我们不会想到ecell 听得懂 可是我们的教育训练 可能会想到ecell 是因为说 我们是要让你们了解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好 那我就不再介绍了啦 因为这些没有人口的也不多啊 你看像刚刚那个没有人口数的这个一个例子 其他嘛 那可是如果是那个大小姐台 那个人口数可能就会蛮多的 你看31个 有看到啊 台东县台东市31个 可以了解啊 所以建议把行政区那个居住乡镇啊 也要把它改一下 好了 那我现在记得 就是这个人口数的平均 这个人口数的平均 然后麻烦请去做什么 筛选 然后去设大于多少 大于零 他用筛选 这样子的话就不会有那个不正常的情形 好 就请你们先修改到这个地方 然后再协助那个还没有跟上的同学 你有没有 你有没有发现哦 当我们今天做完这张资料表的时候 我们是用一个表的方式来去呈现 告诉别人这件事 这应该是各位你们很习惯做的事情 就是我们都是用资料表给主管看 那可是呢 因为我们是学大数据分析 我们是用视觉化的方式来去呈现了 所以我们通常会这样子来去做 做这件事情 把它画成图 画什么图呢 画成什么 画成 例如说各线市发生率 好 我们 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通常不是给 我们通常现在是不是给主管看这张资料表 对不对 对吧 你确实是做到这边 可是做到这边其实是不太好的 就是我觉得还不够 因为我们是学大数据分析 我们应该是要把它呈现成统计图表 让主管来去看 看这个资料表 那既然要给主管看这个资料 我们就把它复制 贴上 然后接下来呢 把它搬到右边来 右边来 这张 这张视觉画报表 我们因为是要画图嘛 所以我们通常不会画 不会用到人口数的平均 因为我们重点 请问你觉得这里面最重要的三个数字 你觉得这三个数字 最重要的数字是什么 是不是登革日的发生率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把这两个给关掉了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用 比如说群组直条图的方式来去呈现 对吧 至少 至少这张图会不会比左边这张更好 可以知道我现在说的这个意思 这样了解吗 这是视觉画 可是视觉画还没有结束 这样子的呈现其实还不够好 有没有办法从县市再到行政区的呈现 这就是现在要请你做的 请问做到这边没有问题吧 我只是把其中两个 我不用呈现人口数 也不用呈现确定定例数 我是要呈现发生率 可是我要呈现的是各县市 刚刚是不是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县市统计 对不对 我现在要用发生率来去看这件事 好 那你们觉得发生率 台北市 你觉得第一名会是谁 你从这个发生的数量来去看 高雄市是不是很高 那如果从发生率来去看 你觉得第一名还是高雄市吗 不一定了 对不对 就像例如说台北市这边 是不是排在第四位 那你觉得台东这时候 会不会从后面跑到前面来 会了 这样了解吗 因为用发生率来去看 这件事情会比较正确 那请问你怎么做到这件事 怎么做到这件事 重算吗 以色谣是用重算 那现在我们要用什么方式来去做 这边是不是有看到居住县市 或者居住乡镇 对不对 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居住县市 2 搬到 请问是搬到它的上面还是下面 上面 对吧 我们把这个比例 比例呈现出来 每10万人 每10万人 高雄市 高雄市 会发生登革热的比例 是2万 这是 就是 我现在在算的是 每10万人口 里面 然后 它会有2万发生 对吧 台南呢 每10万人里面 也是将近2万的发生 有看到吗 好 再来 屏东县 本来就在第三名 这我想没问题 台中市在这边 台北市在这边 那台东 台东 它去哪里了 嘉义县 嘉义县的后面 这一个 是不是有往前进了 有看到吗 有听得懂 现在我在算的这件事情吗 你有没有觉得 这张图跟这张图 是有很大的差别 主要差别在台南市 台南市 有看到 台南市 这边的 每10万人 其中发生这件事的几率 台南市是蛮高的 好 那我现在 我刚刚只有做一件事 就是把居住县市2 就是你要先画出这张图 然后接下来你把居住县市2 放到这个居住县市2 居住乡镇的上面 这样子的话 你是不是就可以变成 透过阶层的关系 那如果说你现在看到下一阶 下一阶 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点这个向下 是不是就恢复变成 刚刚你最早看到的情形 然后向上 你就可以同时完成 例如说各县市 还有各那个 乡镇的一个发生率的一个画图方式 好 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去做这件事 哦 我觉得这种方式解读资料 真的很不好 例如说 这边我是不是可以向下连续分析 这边有没有看到台南市中西区 如果以发生率来去看 它是第一名 可以了解吗 就是每十万人里面 它发生的比例是5382.54人次 这样听得懂我在说的意思吗 通常这样子的方式呈现其实不是很好 我建议各位我们换一个方式 例如说复制 复制它 然后贴上 然后接下来 我改成用树状图 树状图这边点一下 你看一下原则上 原则上在这边呈现成这个样子 你觉得这样子比较清楚表达 说高雄跟登革热这件事情 就是我觉得这两个是主要的表现 没错 但是这边就是感觉就是说 整个都是空空的 可是我们这样子可以看到 就是说用面积的观念来去看 就是高雄市跟台南市 它就是每十万人发生的比例 所占的一个情形 接下来呢 假设我们今天往下来去探索 好 所以我们是不是会点这个连续 看连续探索工具 这个 这个资料表 是不是也是点这个连续向下探索 然后在这个地方 我觉得这种图会更有感觉 就是说 台南市因为它是用面积的方式来去呈建 台南市中西区 它的那个每十万人 它有五千三 然后这边台南市北区 每十万人有四千五 四千九 然后这边高雄市 就是前两名居然是台南市 就是以发生率来去看这件事 这样可以了解 现在我们看的是整个二十年 这个纵观整个历史 来去看 但是我还是要强调 通常我们看这件事情 我们是年年来去看 比如说我只看2019年 或我只看2018年 这是可以做到的 怎么做到这件事情 那当然就是我们再多做一个交叉分析筛选器 就可以完成这件事了 好 我只是说想请你们先去观看一下这件事 不要只用直条图 因为真的你们到时候未来呈现这个大数据 希望是透过这种树状用一个面积的概念来去呈现 我相信你们在说这件事情的时候 会让别人更直观的了解 更直观的了解 它应该要就是说它的重要性 好请你们先透过树状图来去再改化 登革日发生日 好 好